灵性冲撞 作者 杰德·麦肯纳 翻译 卢秘 第36章 尾声 我告诉你多少次 当你消除了不可能的之后 剩下的不管是什么 不管多不合理 都必然是真相 阿瑟·柯南 道尔爵士 灵性冲撞的开悟 不是开悟的一种 而是唯一的一种 梦境之中没有开悟 而从梦中突破出来 是一项血淋淋的艰难任务 这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 反正大家真正想要的 并不是开悟 仔细看看亚哈船长 突破原型 你准备好扮演那个角色了吗 不管你的答案为何 都不重要 因为那不是我们选择的角色 亚哈并没有选择那个角色 朱莉也没有 我也是 谁会选择 谁能选择 那是个白痴行径 很傻 然而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类成人 则是我们都可以选择的 人类成人是所有求道者 真正想要的 而且不傻 我是谁 那是问题所在 那是我们最核心的问题 生命就围绕着那个核心打转 所有活着的人 与那个核心的关系 不是趋近 就是远离 趋近非常单纯 远离则极其复杂 趋近也许单纯 但不容易 据问杰西卡就知道 肉体死亡 心灵诞生 并不等于开悟 但他们算是共乘了一段路 如果你想在自己的生命中 达成这种转变 在梦境之中醒来 摆脱我直的绳圈 我建议你使用灵性字体解析 加上热切的祈祷 两者互相加持 利用写作来找出并照亮你的虚假 发展出一种健康的自我憎恶 然后 这种情绪的力量会强化你的祈祷 而你应该祈求勇气与能力 让你得以找出并照亮你的虚假 如此循环下去 然后准备好接受冲撞 与玛丽道别一个月后 我收到她寄来的包裹 里面有一封信 说她感到焕然一新 目前正在一个全新的层次上 处理梅尔维尔的人生与作品 而这份了解 可扩及她自己生活的所有层面 她说她不知道是否真的要出版 她正在写的新书 但她假设自己会出版 因为这样可以让整件事有个脉络 她告诉我 柯提斯找到了另一份下级工作 在客户服务部门 比煎汉堡好多了 玛丽也找她做一些小差事 每周几个小时 我离开后 玛丽给了她一个信封 是我委托她的 里面有一张便条 一张最后的支票 以及经过她母亲同意的 那辆吉普车的过户证明 把车给了她 亚哈在激励船员猎捕白金时 把一枚金币钉在主桅杆上 当成奖品 要给第一个发现白金的人 玛丽的包裹中 也有一块定制的匾额 中央钉了一枚金币 上面的题词 说我是第一个发现白金的人 这行字的下方 则以更大的字体 刻着亚哈这个角色 白金记这本书 作者梅尔维尔 以及读者心中的完美钻石核心 真相没有止境 人类的整个科学都可以被抛弃 只要理解了客观现实第一定律 一切皆无 但你不能告诉科学家这个 他们努力创造万有理论 却毫不知道万有究竟是什么 他们谈论宇宙起源的大霹雳理论 认为就像一个花瓶破碎成百万个碎片 但那样也不正确 我觉得比较像是花瓶破碎的影片被倒着播放 数百万个小碎片循着无法计算的精准轨道 重新回到整体 奇迹似的彼此配合完美 毫无偏差 只要观看到任何一部分的完美 我们就知道整体的完美 我在深入思考露珠时 发现了海洋的秘密 纪伯伦 这是朱莉所谓充满事意的鬼话 也没有错 但我可以纵容自己一下 当你在进行生命之战时 充满事意的鬼话是一回事 但是 当你躺在吊床上 帽子遮着眼睛时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什么不是奇迹 花瓶有哪一块碎片是比较不重要的 一切都吻合 一切都归属 没有任何事物迷失 一切必将抵达 一是多的源头 回归是道的动作 科学家都弄反了 宇宙不是往外飞散 而是向内飞聚在一起 附露一 访问杰德麦肯纳 《灵性冲撞》这本书的开头很奇怪 首先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是叫我亚哈 然后接下来两章有点令人不安 几乎是疏远读者了 究竟用意为何 我写了很多笔记 有很多东西没有被收入书中 通常当一本书成型时 就像任何创造过程 不合适的部分会被删除 我想头三章就有很多这种状况 尤其是第二章与第三章 关于加州的那些章节 我有点惊讶他们还能保留下来 是你保留他们的 是也不是 我是创造这些书的一名参与者 但也算是个旁观者 我收到清楚的指令就照着做 不管是写书或其他事 我顺着大海的波浪而为 自我与他人的区别变成只是一种理论 就算在梦境状态中 我的角色也几乎完全溶解回到海洋 所以一个旁观者也许会说 杰德·麦肯纳写了这些书 但从我的观点来看 并没有这样的区别 区别是梦境状态的现象 即使我在梦境状态中写作 为一群梦出来的读者 出版了梦出来的书 也不会像觉醒之前那样 认为事物是彼此区别开来的 这是关于分离与融合 关于把事物都看成是分开的 但其实并没有分开这回事 这种融合再融合 是所有人都不停趋近的一种状态 远离虚假的分离回到合一 这样的持续趋近就像一个逐渐缩小的轨道 一圈又一圈 越来越近 被不断把我们拉进去的无形力量紧紧抓住 回到自己的中心 一切事物的中心 从这个自我中心发出的重力 为道的回归动作提供动力 所有人都在这条轨道上 生命就在这条轨道上 另一方面 第一步则是突然改变路线 离开这条轨道 采取直线进行的方式 在第一步之前 我们都还在轨道上 踏出第一步之后 轨道上的生命结束 冲撞即将发生 与行星冲撞 看起来是如此 从太空看来 行星也许像上帝或真相或真我 像什么有关者的眼睛决定 但目的地总是一样的 那个源头 那个从行星中心往外 把我们都拉进去的重力井 在第一步之前 我们保持着一个逐渐加速 缓缓去近的轨道 踏出第一步之后 我们就像飞弹一样 朝行星中心直射而去 不顾任何后果 只有在冲撞的一刹那才发现 根本没有行星 没有重力 没有自我 一切皆无 没有人能够合理的解释这一切 所以我被问到时总能提供的答案 就是你自己来看 脱离轨道 别担心撞上行星 反正逐渐缩小的轨道迟早也会让你撞上去 大家都想通过加速或改变轨道来达到觉醒 但从结果清楚可见 那样做似乎没什么差别 只有一种方式有用 你必须脱离轨道 这就是第一步 而且身处轨道之上的人的目标必须是这个 而不是灵性开悟或涅槃之类的 是的 这是一件自杀任务 无法回头 无法重来 也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想回来 如果你相信 从此之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种事 就留在轨道上 想着业障 律法 与无数轮回等等回家的旅程 假如你受够了那些 那么是时候把你的注意力 从所有的灵性废话转移开来 开始考虑脱离轨道 进行自杀任务 你的读者有很大一部分是住在加州 所以听到你说你讨厌洛杉矶 而且部分原因是因为加州人 他们可说非常痛苦 对 我后来在书上有补充说明 我只是东岸客在说西岸的坏话而已 我在加州的蒙提西图 及更北部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 只是东岸对我而言比较真实 在南加州时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开 但那只是个人喜好 我还有喜好 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明显的矛盾 如果我接下来还会写书 可能就不会有太多我的个人喜好 或者 我还剩下的一些喜好 可能会显得很强烈且特定 对我而言 南加州感觉像自我的圣地 而对自我的强烈厌恶 是我最后几个顽固的偏好之一 不太可能消失 这是我在灵性开悟 不是你想的那样中 谈到的自我持续缩小 我有点在记录我已觉醒状态存在的第二个十年 我可以预测趋势 但我也必须活在其中才行 我说我越来越不包容 的确如此 自我的破烂残骸 松垮垮的挂在我身上 我几乎必须抓着它 才能有个人形模样 你说的好像觉醒过程 目前仍在进行中 某方面是的 觉醒的部分是非常明确的事件 就像核爆 许多年前我就发生过了 而觉醒之后的过程 就像辐射中毒的长期影响 你的鼻子不会突然脱落 而是会保持在原位一段时间 你明白它不会留在那里很久 便把握时间好好享受 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不会恐惧或想要逃避 而另一方面 你喜欢自己的鼻子 我喜欢我的鼻子 所以也许会用钉书钉把它钉住 然后用一段大力胶带粘住 让它留在我脸上久一些 我不是要争论 或者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而只是分享我对这个过程的观察 觉醒是完整完满不可逆转的 但任何外在表述都无法反映内在状况 觉醒之后的任何时刻 我都可以 也已经像一只湿答答的狗那样抖动身体 抖掉自我的所有碎片 那身破烂的戏服 所以你可以抖掉自我 然后又穿戴起来 它处于严重破损的状态 而我无法停止或反转这个过程 但我可以试着从剩下来的部分挤出一点用途 我想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可以装出自己的个人特质 但表层已经变得很薄了 这个只有在与他人与自我互动时才会成为问题 对 我没有其他理由要进入角色之中 然而那其实不是问题 不与人互动对我来说不算特别困难 那不是理论吧 你不是在推论 而是在描述你的实际经验吧 是的 我的经验是一个无自我的存在体的经验 这个存在体在必要时可以用破烂的自我来包装自己 你不觉得矛盾吗 所谓无我的自我吗 我要说明的是 开悟并非一般人以为的那种特殊状态 不开悟才是神奇神秘不可思议的状态 觉醒就只是醒过来 不是变得更丰富 而是一切都更少了 我处于自然而轻松的状态 没有任何负累 不为任何妄想努力 不花费毕生力量来让一个虚构的面具变得有生命 所有矛盾都存在于未觉醒的状态 觉醒的人没有什么东西是未觉醒的人缺乏的 而是反过来 未觉醒的人拥有庞大的虚假信仰结构 他们创造并维持这些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广阔领域 有着重大意义与重要性的领域 具备深沉与广泛情绪范围的领域 全都是从纯粹的空无中织出来的 无中生有 真是神奇 那才是特殊状态 未觉醒状态需要不间断的努力与奉献 看起来是如此难以置信的不可能 觉醒状态实在无法相比 听起来不是很好 我从来没有说过很好 你是说不好吗 不是 我没有用来投射假我的那股生命力量 现在可以用在更好玩更有意思的事情上 一旦那些琐碎的自我垃圾被抛弃之后 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宇宙 所以回到开头令人不安的几章 令人不安是很合适的说法 也许反映了其中更高的意图 我把头几章看成电影中的大远景画面 让观众可以概括了解事件发生于何处 第一章远方幻影 也是白经济第一章的标题 就像敲响一面锣唤醒大家 让他们知道节目开始了 而且这个节目有点古怪 某件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是谈到加州的两章 延续着这种颠覆性的古怪 暗藏在加州那两章里 那个唯一的问题 在第二章是这样表达 当然你们都会静坐 灵修 但你们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什么进展 对吧 那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任何读了这本书的人 都应该会备受冲击 然后自己对号入座的坐在那张餐桌旁 看着自己的泡影计划 认真地问自己 到底想用那些灵性玩意儿来干什么 所以你是故意冒犯他们 部分的意图或许是想一开始 就提出一项挑战 自杀 纳粹 猫屎 青少年烦恼 是好笑还是冒犯 好意还是恶意 节德是自大还是什么的 我喜欢他吗 如果不喜欢代表什么 那究竟会给谁带来影响 开悟者的行为会是这样子吗 对 开悟者会像这家伙一样做出这种行为吗 会像这样说话吗 会在自己的书前面放进这些半挑衅的东西吗 那无条件的爱呢 慈悲心呢 或者等等 也许是我对灵性开悟有一些荒谬的成见 也许我必须回头想想 一个开悟者在一个未开悟的世界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也许是有人卖给我一批货 也许不合理的是那个甜美光明的版本 然而针对这本书 我希望读者先看过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 在理论上了解所谓开悟 了悟真相 恒久非二元觉知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能采取 杰德麦肯纳是个开悟者的观点来看这本书 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 我们在不是你想的那样已经建立了这个说法 所以就能自由地去探索 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子 也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 不是问这家伙到底开悟了没 而是问一个开悟者做出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了觉醒状态的什么东西 我不想让这一切显得过于刻意安排 因为我的书都是自己就位浑然天成的 这只是我对这本书的解读 也是我没有改变它的理由 你像读者一样解读你自己的书 差不多 初稿的开头就是这三章 从来没有动过 我看了许多次 心想会不会有点过头了 后来我终于明白 一本叫灵性冲撞的书 也许就是应该有点过头 而且我信任带来那些章节的力量 超过信任我心中想要删改的力量 此外 说真的 为何不能把它们放在前头 这本书叫灵性冲撞 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它意味着前往目标的过程 即抵达之后的状态 并不是我们一直被教导的那样 看看现代的灵修业 你只看到同样的老调一直被重弹 例如爱 慈悲 无心 更高自我 意识层次等等 一堆有毒的废料 光从结果就知道 不可能得到清明或有所发展 人类历史上没有比灵性追寻 追求真相更惨痛的失败了 但大家继续前仆后继 使用同样的地图与指示 同样的向导与同样的途径 真是疯狂 你迟早会抵达一个关头说 嘿 等一下 太疯狂了 我要离开这个旋转木马 往前移动 我要如何摆脱这些标语式的陈枪烂调 真正为自己生命负起责任 如果读了杰德·麦肯纳的书 你就碰触到了边缘 自觉 不是因为这比较重要 或者要去取悦什么人 或者可以排队等候更舒服的来世 单纯只是因为这样做是诚实的 到头来 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 过诚实的生活 做个诚实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